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《望阳心探》 望阳心探,秋天,水涨了,从各处流入黄河,水流非常大,水面非常宽。 何博很得意,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。 他顺着流水向东去,来到北海,向东望,看不见水的边际。 于是何博望着大海,感叹着说,我要不来这里,就不知什么是大。 望阳心探,望着海洋而感叹自己的渺小。 这个预言来自庄子。 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。 何博见到海,才知道什么是大。 我们要开阔誓言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望阳心探,秋天,水涨了,从各处流入黄河,水流非常大,水面非常宽。 何博很得意,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。 他顺着流水向东去,来到北海,向东望,看不见水的边际。 于是何博望着大海,感叹着说,我要不来这里,就不知什么是大。